上五月二三五十五的新兵 坐台中持久來遊南車去郭營區 不過這車頂鎖在榜 中國共產黨入黨的選擇過程 就阿兵高政委說 這樣死是很難的 立委會政委說 這間涉到兩化民間的政治基地 入這裡有嚴重的過程 如果市政府是表示 這是司機自己榜的 不是市政府要求的 已經違反客戶規定 也會退救這次 新兵十五九年一合中一合 但後來進行車資料中流程 很多的行政戶都有派轉車 送新兵到贏車 不過中國月二三 有新兵坐台中持久 為何遊南車 財王自己的中間贏車 車頂鎖平率榜 中國公安趁這後 說出為共產主機混添 一四人的民間對話 有阿兵高感覺不透明 在相片團到社群 就是有一點 就是親中的問題 民眾也感覺不透明 懷疑有親中的立場 車頂時 其實有帶來的 庫公所議人員 耍無助動壓平方向上 為民眾這句台書 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就著書 對中國在日台後就擁有 現在的說明是說 司機自行 但是我是認為 這個就是一個警覺心跟習慣性的問題 未來跟民間在訂訂契約的時候 對於這種 行為人的行為注意的態樣 我們可以在契約之外的精神 或契約裡面的適合的文字 來做一些說明 台東市府出面 北海說壓平是油欄車 司機放不中去 政三十分鐘 不上報 到上措施規範已經猥有 又爆出 感染到兩派政治敏感議題的壓平 會追求告帝 民政局表示 司機說當天是隨機放電影 不是條件的 不過後續的要求 壓制加強教育訓練 如果車頂的寶山人員 不去走動 已經尚到科學二處 記者總括報導